热浪袭几南美洲 智利跟阿根廷这几天笼罩着高温 智利的观光圣地黄金海岸 更是因为森林大火而失色 原本挤满消暑人潮 现在呢却变成了空无一人 智利西海岸围列马尔市 著名的雷卡纳海滩 2号出现诡异的景象 原本的金色海岸笼罩着一片黄黑色的云 但云外的天空是蓝的 其实这一片厚重的覆盖物不是云 而是附近灵火形成的雾霾 最近热浪袭击智利中部 引发森林大火 已经烧毁480公顷林地 有9个地区的居民撤离 几条公路也被迫封路 瓦尔帕莱所省的雷卡纳海滩 是首都圣地雅各居民最喜欢的消暑圣地 临火开始前 雷卡纳海滩挤满了受不了37、8度高温的游客 圣地牙哥动物园也准备了各种口味的冰棒跟冰砖 协助动物抵抗高温 圣地牙哥往东1000公里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笼罩着热浪 36度的高温感觉冷气都不管用 民众涌到公共淋浴场享受片刻清凉 布宜诺斯艾利斯周末的高温预测更有38度 看来热浪一时之间还走不了 综合报道